师父说的那些佛教故事 观音菩萨施与众生无畏 令托苦恶的故事 在高僧传记里面 记载着观音菩萨不施众生无畏 令众生脱离苦恶的故事 在魏巢的时候 有一位出家人 他的名字叫郎迪 他经过一条险路 被贼兵抓去 他关在牢里 就是一种藏墓里 这个郎迪就与同伴商议逃跑 没想到这些贼兵 防守得非常的严密 而且他的四面都是石壁 不知道生浅的 黑灯下火没有灯了 他们不知道怎么逃出去 所以众人惶恐不安了 突然之间他们看见一个大树 这个大树呢 伴着悬崖而生长 有一根像绳子一样的 很粗的柳藤 他们呢就非常开心 但是晚上太暗了 看不见了 不知道下面是什么了 崖底呢 都是荆棘 然后呢 无下足处 没有办法下去 所以呢 他们就抓住绳子啊 就悬住 暗中呢 相告上下不得 观世音菩萨 你救救我们吧 求菩萨解救我们吧 一直嘴巴里念念有词地讲 所以你们记住了 以后你们 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 嘴巴里要念念有词的 不能不讲话的 讲出来 菩萨听得到 听懂吗 于是呢 他们呢 念完之后呢 拿这个头啊 就是从石头上去磕 所以人家过去说 磕想头也很灵的 当你急的时候啊 你就 跪在拜天上磕头 磕想头的话 菩萨听得到 因为你这个人的脑子 如果都是讲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就这个震动力 就我们现在讲起来 共鸣就来了 然后呢 念完之后磕头 不久呢 有一道 月光呢 居然呢 照在这个绳索下面 哎呀 菩萨显灵了 有个月光照过来了 结果 一照到这个绳子下面 一看 这个老虎在下面了 大家都吓得不敢下去了 这个狼狄啊 他就告诉大家 哎呀 我们得脱离灾难了 这个老虎绝对不会吃人的 一定是菩萨指引的路径啊 我们可以随着老虎走出去啊 他很相信观世音菩萨 虽然老虎他都相信啊 其他人都不相信啊 他这一个人 他就往下爬 爬下去之后 奇怪的是老虎不吃他们了 就在前面慢慢的走啊 他们几个人就跟在后面了 人走得慢一点 老虎就停下来等人了 一直走到腹脚的时分 天快亮的时候 他们走上了平坦的大道 这个老虎不见了 他们就怀疑了 是不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呢 是不是来事与无畏的呢 你们想一想 观世音菩萨为了救人 他会不会化作一个老虎来救你们 我告诉你 菩萨为了救你们 连罗刹他都做过来救下面的人 所以菩萨什么叫大慈大悲啊 不怕自己吃苦 不怕自己受炉 为了救度众生 这就是我们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好 一个老虎的故事 你们可能还不相信 师父再来说一个 也是观世音菩萨救人的故事 在晋朝的时候 有一位僧人叫士开达 在龙安二年的时候 他在山上采摘甘草的时候 没想到被枪人抓住了 当时呢 正逢饥荒年代 那些枪人呢 跟胡人呢 两个打仗 抓到人呢 他们就吃 就是后来人家说的食人族了 这个悲惨的程度 让人不寒而栗 而开达法师 就被这些吃人的枪人抓到了 然后这个枪人 把开达法师和其余十几个人 关在木栅之中 就是木栏当中 每一天煮一个人吃 那么开达法师 碌碌了这种枪人的手中呢 他呢 一点不怕 我是法师 我相信观世音菩萨会来救我的 天天在里面念经 他念什么经呢 念普门品 慢慢的呢 跟他关在一起的人呢 每一天呢 拉出去一个 喷煮了 最后 剩他一个人了 这一天的夜晚 似乎非常的漫长 因为这个 法师 他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了 第二天 肯定是他了 最后一个人 就轮到他被 喷煮了 他心中放下一切 拼命的念诵 普门品 正当东方 刚刚要亮的时候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 一只斑然大虎 跳到枪人群中 勾声的咆哮怒吼 那些枪人啊 一看见这只凶猛的老虎 吓得全部逃光了 他们根本顾不得去烹饪 那个开打法师 这只老虎好怪啊 见到那些枪人散去了 他也不追赶 他就扑到了 关押法师的木栅栏前面 然后张开大口啊 就把极粗的那种 木头都咬断了 等到他咬出一个 可以供人出路的缺口啊 哎呀木屑啊 他丢得一塌糊涂 这个法师想 完了 这个老虎肯定进来 就把我吃掉了 谁知道老虎把木栅栏呢 咬出一个缺口啊 他跑了 离开了 哎呀 他想 这难道是观世音 菩萨血灵来救我吗 环顾四周 只见枪人 早已逃得无影无踪 老虎也跑掉了 这个时候 他赶紧从缺口逃了出来 他就逃走了 菩萨无处不在啊 你想想看了 观世音菩萨 百千亿万的手啊 眼啊 都在每天救我们 哪有求的不灵的 便换了